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新年了 春节向来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 对做厂或者做生意的人来说 更加是相当重要 各样要讲义头 例如在开工日老板会发放 开工历史给员工 予以开工大吉 还会拜土地和财神 在门口放大吉和桃花等装饰 希望保佑新的一年和公司大展鸿套 订单滚滚而来 另外一些传统的工厂 企业还保留在年尾农历12月16日 做美牙这个集族 拜祭后宴请员工 答谢他们的新努 发展到今天大部分公司 已经改用周年晚宴这类员工联维活动 来取代做美牙 但意义其实都是一样的 希望公司上下一起 庆祝一年的成果 事实上 中国人过年真的保留了不少传统文化 而代表大湾区的岭南文化 更滋养了各式各样的过年文化 所谓各处乡村各处例 即是大湾区九家二城市同根同源 但仍然各有各的自己的特色 接下来我们会一年首一集 会和大家一起介绍各市的香情习族 希望引起你们的共鸣 第一集我们来讲讲讲广州 广州是广东省的省匯 华南重工的中心 同时亦是国家历史文化的名城 享有千年双兜的美誉 为配合大湾区的发展 广州十四五规划 将致力增强国际商贸中心 综合交通书楼、金融中心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功能 跟普遍广东人一样 江州人都会在随直吃团年饭 但当地煮团年饭的时候 还喜欢煎一两条土鳞鱼放在米缸上面 过了年才吃 这叫做扎年 既意年年有缘 风衣足食 另外,每年正月,很多人都会去庙宇向观音借库 希望来年财源滚滚来 而广州人借库的时候会聚在吃生菜会 而生菜包就是其中一道菜 材料有蜜肉、生菜和韭菜 寓意蜜肥年峰、生生猛猛 和唱唱狗狗 我在这里用潮语供祝大家 火候神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